是的 醉酒开车闹出人命 后果不只是坐牢 还可能被控谋杀 面对死刑判决 彭亨关单一名华裔男子 就因为酒驾逆向行事 造成死亡车祸 今早被控上了推示厅 这起案件令人瞩目的是 警方援引刑事法点第302谋杀条文 控告嫌犯 一旦罪成被告可被判强制性死刑 身穿百衣的被告张建平42岁 今早9点30分 被警方押到官单推示厅面控 被告在厅上点头 表示明摆控状但不认罪 由于案件的化学 解剖和见证报告 还没有出炉 辩护律师以此要求法庭 给予宽限 获得批准 案件则定下个月8号过堂 被告不得保释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5月25号晚上 案发地点位于市满目工业区 往官单绕道的方向 当时被告处于醉酒状态 在单向道逆向行驶 结果正面撞上一辆丰田休旅车 导致对方司机伤重不治 41岁的死者伊尔万 是自然花乐公司的职员 当时正在上班途中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前述 3号 6号 7号 4号 6号 7号 6号